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并非来自这个世界 但实际上 如你所透露的 它们其实是起源于地球 因为一些灾难性事件而被迫移居到地下 那么我们现在讨论的就是这个联盟的形成过程 以及阿加三人与德拉科如何帮助德国人获得进入太空的额外帮助 上集我们刚刚开始讨论一些非常精彩的内容 现在我们回来了 继续这个故事的展开 科里 欢迎回到节目 谢谢 我尽力让自己头脑保持清醒 因为你告诉我的这些内容实在是让我大开眼见 被带入这个世界 学习到这些事情是什么感觉 如果你走在社会上 知道这一切 看到有人认为我们在宇宙中是孤独的 认为这就是一切 没有来世 没有灵魂之类的想法 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中是什么感觉 你会习惯的 你看到人们抬头看着月亮 而我也看着月亮 却完全与别人不一样 你会逐渐习惯这种感觉 我们在讨论我们的太空计划是如何发展的历史 而阿加森人这个话题真的很引人入胜 他似乎能将许多点连在一起 当格雷厄姆汉考克写神的指纹时 他的假设是有这些金发 蓝眼镜 向亚历安人的人乘传来到世界各地的土著文化中 自称为神 叫他们如何建造水轮 然后用水轮磨谷物 如何进行冶金 数学和天文学 你认为阿加森人与重建我们的社会有很大关系吗 尤其是在某种灾难之后 是的 是的 那些古代分离文明确实参与其中 此外还有其他文明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所以你说这些阿加森人对德国人更友善 因为他们看起来更像自己 这也是他们获得优等种族概念的原因 你认为是这样吗 要么德国人先有 要么阿加森人也倾向于优等种族的概念 所以更亲近德国人 我不清楚究竟是哪一种先出现的 那么阿加森人是否与德国人一起驾驶他们的中型飞船 实际上中只是飞船的引擎组件或是造成电重力场的部分 飞船实际上更大 一开始是叠型的 在你看到的文件中 这些飞船叫什么名字 当美国人真正得到后 他们称其为ARV外星复制飞行器 好 回到我的问题 因为如果你不回答这个问题 观众可能会觉得疑惑 阿加森人是否与德国人一起乘坐这些飞船 是的 他们通常是被监督的 而不是单独行动 在一开始是这样的 你估计阿加森人的人口规模有多大 大概是一万人 十万人 还是更大 我不清楚 但我知道它非常庞大 因为它是一个网络 这是一个地下城市的网络 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城市最接近地表 似乎他们主要是通过那里进出地表的 喂 所以阿加三人将德国人引领到南极冰层下的这个废墟区域 你说那里有一些地下开发以及地表上的开发 对的 我们是在谈论像地下室一样的空间吗 那么他们在那里有多大的地下基础设施 基本上它和古代文明建造的地下洞穴结构类似 那么规模相当庞大 是的 是有多个层次向下延伸的吗 对 就像我之前给你描述的那样 越往下 你会发现地球深处的洞穴结构就像蜂巢一样 让我们暂时跳转到这个话题 因为很多人可能会难以理解 从传统科学的角度来看 认为越往地下 温度就会逐渐上升 所以这些人不会因为地热而被烧死吗 在某些区域和深度确实是那样的 然而 超过某些区域和深度后 这种情况就会逆转 实际上会产生一种冷却效果 对 随着渗入地下 压力和热度会先逐渐增加 然后反向降低 你认为地球深处的这些区域 有植物 甚至有独立演化的动植物生态系统 你认为这是否是智慧设计的证据 这似乎像是地球被设计成 可以同时支持地表和地下的智能生命 地下的生命更高级 且可以隐秘地监督地表生活 生命会在任何可以生存的地方萌生 你是说即便是一个完整生态系统 那样复杂的形式 对 甚至在星际空间中也是如此 对 我们之前谈到过太阳守望者计划的研究 他们分析了这些星际等离子生物 好 让我们继续讲述德国人如何前往月球的过程 上次我们简要提到过一些 你还提到超级联盟会议 有22个基因计划在地球上进行 其中一部分涉及基因物质的共享和拼接 你还提到 我们被编程成寻找和崇拜像神一样的存有 把自己的权利转移给大师 领袖和政治家 对吗 对的 而你提到这个超级联盟中有40个主要成员 对吧 大约40到60个 他们派来这些会议的代表都是同一批人 还是会轮换 通常是同样的外星代表 地球代表会轮换 克里 我们可能需要整集节目来探讨月球和火星的建设过程 但对观众来说 很难理解德国是如何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主要工业强国 迅速被击垮的 在二战之后 德国不得不支付巨额重建和赔偿 基本上让他们的经济破产 就像一战后导致了魏马共和国的恶行通货膨胀一样 德国似乎被彻底压垮了 几乎一无所有 在这个时候 德国已经被德国分离文明抛弃了 真的吗 什么时候开始发生这种情况的 在战争结束之前就已经开始发生了 他们看到了局势的发展 知道战争会变得不利 他们明白这一点 所以正如我们之前讨论的那样 他们开始在南美洲 巴西和南极创建飞地 这都是为了应对他们的失败而做的准备吗 如果他们输了 他们打算做什么 他们只是想继续他们的分离文明 继续前行 把普通人都抛在后面 发展分离文明的机制是否是一个独立的部门 与实际上打仗的政府机构不同 是的 到这个时候 他们已经完全独立了 真的吗 我认为这是一个广为误解的概念 是的 实际上在回形真行动中 美国获得了比宣称的数量更多的科学家 对于那些不清楚回形真行动的人 你介绍下 回形真行动是一项协议 通过它 我们获得了德国的科学家和高度先进的技术 这些人据说在技术上 比我们超强了20到30年 我们把他们带进来 战后将这些德国科学家 投入到我们的新兴太空计划和基础设施中 并赋予他们相当大的权利 因为他们被证明是非常有价值的资产 我们怎么会信任他们呢 他们让我们赚了钱 听起来不是一个好主意 是的 确实不是好主意 所以在1947年 我们的情报机构发现 分离的德国组织在南美洲和南极建立了飞地 我们知道在南极 有一个非常大的军事基地 所以国防部决定派遣一支庞大的舰队 由博德上将指挥 这被称为跳高行动 很多人对这个行动的名字很熟悉 我不记得确切的数字 但这是一支战争舰队 战略舰 驱逐舰 战略舰 驱逐舰 航空母舰 潜艇 所有的都包括在内 但这是二战之后的事 对吗 你说的是1947年 是的 1947年 他们一直航行到南极 结果遇到了他们没有预料到的高度先进的技术 那些从水下和南极大陆飞出来的先进飞行器 击落了他们的飞机 给几个驱逐舰造成了重大损害 有人失去了生命 他们真的被打得落花流水 是用火箭或机枪击落的吗 是用先进的武器 某种能量武器 哇 这些武器的破坏力有多大 一旦开火会发生什么 足够摧毁目标 他们被迫撤退 返回 并且博德上将向国防部 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做了内部报告 描述了他遇到的情况 他的日志 舰长日志 至今仍然被锁起来 一些他的言论流传到公众领域 比如他说下一场战争 我们将被从南北极飞来的飞行系袭击 几分钟内就能到达 只有类似这样的几句简短评论流传出来 但这让国防部和情报机构 去找了回行针计划中的德国科学家 等一下 我是个书迷 读过三百多本关于亚特兰蒂斯之类的书 他们说博德上将看到了平坦的地球 有蒙马像和原始人 那是后来出来的一堆东西 和他执行的史记任务没有关系 那是虚假信息吗 是被故意散布的虚假信息吗 要么是虚假信息 要么是某人丰富的想象力 我不确定是哪种情况 好的 但他们最终联系上了一些回行针计划中的 德国科学家并询问此事 部分科学家坦白承认 确实知道这个组织 于是美国政府和情报机构询问他们 能否让我们与这个组织联系上 这些科学家开始在美国人 和这个分离的德国组织之间建立对话 我相信当时是杜鲁门 他们是通过无线电通信 还是某种加密通信 一开始是无线电通信 他们安排了杜鲁门和这个分离组织的会面 不是开玩笑的吧 这个分离组织开始提出一些非常苛刻的要求 杜鲁门并不喜欢 所以如果跳高行动是在1947年 我们现在谈的是哪个时间点 就在那之后 真的吗 是的 之后 局势一度紧张 分离的德国文明 通过回行针中的德国人得知 在罗斯维尔事件和其他几次外星飞船坠毁事件后 美国制定了一项政策 外星人存在的事实 以及某些技术的存在 被列为最高机密 甚至比核武器还要机密 这是因为 他们认为披露这些信息会毁掉社会 这是他们的理由 因此 在南极的德国分离组织利用这一点 开始对美国进行飞行行动 其中包括 1952年 两次飞越华盛顿特区的事件 相隔两周 我一直以为那是外星人 他们直接飞过了国会大厦 那是德国分离组织 这是他们在向美国传递信息 要求签署协议 否则就会揭露一切 他们知道 这是美国最害怕的事 美国不希望人民知道这些事 否则 他们会失去对市有的控制 这意味着 失去收入 经济崩溃 还会失去政治信誉 所以这就是他们无法拒绝的条件 是的 这一切发生在杜鲁门末期和艾森豪威尔商人初期 此时 美国总统仍然对军队和他们的行动有最终的决定权吗 是的 他仍然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 艾森豪威尔和杜鲁门都与这个组织签署了条约 这导致德国分离组织来到美国 现在 两个组织各自有其计划 美国的计划 是当德国分离组织到达这里时 我们会渗透他们 获取他们的技术 找到战胜他们的方法 用委婉的语言来说 就是要成为最终的赢家 德国分离组织的计划完全相同 他们希望在升空或我们太阳系内建设基础设施 谁能比美国更适合这个任务呢 因为我们用工业力量击败了他们 这就是击败他们的原因 我们制造了更多的坦克 更多的炸弹 是这种消耗战让他们输掉了战争 这个德国组织带走了黄金吗 他们有可以用来激活劳动力来源的资金吗 是的 他们带走了很多黄金和掠夺物 但他们需要工人 需要真正的工业基础设施 他们需要工业基础设施 也需要接触到我们的公司 这些公司会签发支票 制定商业计划 帮助他们建设基础设施 最终 他们赢得了谁先渗透谁的竞争 他们彻底渗透了军事工业复合体 彻底渗透 彻底的 这是一个非常有挑衅性的说法 你如何定义彻底渗透 他们已经通过回行针行动的德国科学家 占据了很好的立足点 当他们带着所有这些高科技出现时 那些贪婪的富商并不在乎他们是谁 也不在乎他们是德国分立组织的成员 不在乎他们肩上的徽章是什么 这些银行家和大公司高管们只想着赚钱 他们想要最好的玩具 没错 所以这些德国组织被他们敞开双臂的接纳了 他们进入了这些公司的董事会 彻底渗透了 德国人展示了什么来打动他们 他们有没有带他们参观什么 比如南极的设施 没有 他们交出了一些二飞船 让我们进行逆向工程 同时仍在利用我们 而这正是艾森豪威尔告别演讲中提到的 军事工业复合体的根源 他警告关于军事工业复合体不当的权力和影响力的崛起 是的 到五十年代末 六十年代初 他们也完全渗透了情报机构 在那之后 他们基本上接管了美国政府 这太让人震惊了 确实是 我想 每个人 尤其是那些热爱体育的人 都希望站在胜利者的一方 如果你在一个失败的团队中 你会觉得自己失败了 我觉得你会遇到很多阻力 因为人们不想认为自己失败了 他们想要相信上帝和国家 家庭和美好的生活 门前的白色篱笆 车道上的SUV 还有二到五个孩子 你说的内容完全颠覆了我们对美国的认知 这就是高层正在发生的事情 对于下层人来说 我们仍然保留着这种幻想 我们仍然有白色的栅栏和车道上的SUV 所以我们维持了这种幻想 美国军队中是否仍然有一些人相信他们宣誓效忠的宪法 绝对有的 是的 所以如果国防承包商与德国人达成协议 这可能会引起一些问题 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愿意完全服从德国 是的 我们可以稍后深入探讨政府内部 地球联盟中的争论 以及正在发生的事情 德国人一旦牢牢控制了美国的基础设施 那就是太空和秘密太空计划 大规模建设的开始 他们开始与一直合作的美国阴谋集团 共同工作 甚至在一战和二战期间他们也在合作 所以就在那时 他们开始认真建立秘密太空计划极其庞大的基础设施 你提到1947年的跳高行动 然后杜鲁门开始与他们接触 谈判开始了 但进展不顺利 然后德国人加大了力度 制造了非常明显的公共UFO目击事件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现在 每个人都有手机摄像头 UFO的掩盖将会终结 就在美国的首都 在美国政府大楼的上空 你说这是1952年 时间线是什么样的 给我们描述一下 这种飞跃之后 他们立刻投降了吗 这是最后一根稻草吗 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总统顾问们说 好吧 我们需要签署一项条约 我们签署条约后 还会制定一个计划 以便渗透他们 窃取他们的技术 并在以后对付他们 我们不会从弱势地位进行交易 这基本上将我们带到了 他们开始建设秘密太空计划的 主要基础设施的阶段 显然这需要人力 他们是如何获得人手的 这也是另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事情 我们只有几分钟时间了 这让我们谈到了很多人 听说过的人才刘诗 他在50年代 60年代 一直持续到80年代 许多世界顶尖科学家 被接洽并受邀加入这些计划 突然之间 地球上消失了大量的杰出科学家 你说很多科学家和杰出人才 人才流失指的是什么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有数百万人在智力上表现出色 被认为能为不断扩展的太空计划 做出贡献 他们被吸收进来成为其中的一员 我的线人皮特·彼得森 一个资深人士说 人才流失有5000万到6000万人 确实很多 这些人到了士林史 是否被要求快速生育 是的 他们被告知要多子多福 所以 如果6000万人到了生育年龄后生孩子 你可能会看到一个像美国总人口 甚至更多的群体 没错 我们会继续深入探索 了解更多的情况 他们是如何将这些人送入太空的 他们被告知了什么 还有很多内容即将呈现 所以感谢大家的观看 敬请期待下集 感谢大家 感谢观看